第七百六十六集 这里距离军营并不远 坚持到率仗那边的强者们 赶过来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空袭加上地面上如此之大的爆炸 大营那边肯定已经发现了动静 救援并不会来得太迟 前缝的山道被炸开了一道宽达数百米的大口子 想要步行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 白虎公爵如果自己离开 也就意味着他要舍弃这一个小队 上百人的白虎亲为 在战争中 妻子出现是很正常的 但白虎公爵却并没有这么做 他是统帅 更是新罗军队之魂 是真正的英雄 怎能舍弃自己的袍泽兄弟 并且他选择防御也未必就是错误的 毕竟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如同山崩地裂弹一般的攻击在前方 还有没有都很难说 戴华兵看着父亲不肯走 竟然留下了守护下面的白虎亲为 也不禁心中大忌 急忙向身旁的霍雨昂问道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帮他 他没办法帮助白虎公爵做决定 现在他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帮助白虎公爵守住这里 虽然敌人反应及时 能够在第一时间发起拦截 但终究要比白虎公爵踏入伏击圈要差得多了 这里距离军营又近 并不是没有机会 精神探测共享全开 覆盖了所有白虎亲为所在的范围 霍雨昂做不到 给每个人共享他的精神力 但他现在只需要给白虎公爵 和他那四名亲为共享就足够了 有了霍雨昂的帮助 白虎公爵凭借白虎流星雨 拦截空中落石就容易得多了 只要是墨盘大小以上的石头 都被他那白虎流星雨一一击中 王冬儿此时也已经张开了 他那光明女神蝶双翼 在霍雨昂的精神探测 共享帮助下 敌神之光品出 帮白虎公爵代号 师仪补缺 进一步地降低着山崩的威胁 白虎亲为们也没闲着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盾牌 但就算没有盾牌的白虎亲为 也都是百里挑一的壮汉 借助手中武器 纷纷挑飞落石 一时间受伤者 虽然依旧有不少 但总算没有太大的伤亡 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道红光 突然闪现 带着炫赫的气势 宛如铺天盖地一般 朝这边覆盖而来 浑岛高爆弹 霍雨昂眼神一凝 心中暗踏一声 大约已经猜出了 这些敌人的来历 先是八级定装浑岛炮弹 再是集群高爆弹 这除了日月帝国 也没别人了 白虎公爵代号 长笑一声 身体在空中 骤然转向 迎着那些高爆弹 就飘飞了过去 第四魂环持续闪耀 白虎流星雨 在他的控制下 简直就和宿舍 混岛炮时的自由转向 大片光雨 又改为影响了 那群数量庞大的高爆弹 与此同时 他口中也是大喝一声 白虎亲为听领 分散撤退 在这个地方 想要分散 其实是很难的 前面的路被炸断了 参差不齐 一边是峭壁 一边是悬崖 只能从炸断里边 寻找有没有能够通过的路 至少有缓坡可以离开这里 士兵们讲究另行禁止 军令如山 听到白虎公爵的命令 带队的小队长 已经立刻带领着士兵们 朝着被炸断路的那一边 跑了过去 但是 山崩地裂弹的威力 又怎么可能 留给他们一条逃生的路呢 当他们来到悬崖边缘时 看到的 只是深深的沟壑 白虎亲为第一小队的小队长 是一名年约四旬的壮汉 看到眼前的段路 他眼中闪过一抹绝望之色 猛人转过身 面对跟随着自己而来的 白虎亲为们 他那刚毅的面庞上 流露出 毅然绝燃之色 目光从眼前的 袍子们脸上掠过 兄弟们 大家都看到了 公爵大人 是为了我们才留下来的 如果不是我们 相信公爵大人 已经脱险了 我们已经深陷绝境 我们拖累 公爵大人一秒钟 公爵大人的危险 就增加一秒 自从加入 白虎亲为那一天开始 大家就都有为公爵大人 尽忠的自觉 我不勉强你们 愿意跟着我的 永远都是我张彪的好兄弟 公爵大人 属下为您尽忠了 公爵大人保重 一边说着 他深深地扫射了眼前面的袍子们 猛人转身 足足九尖点地 一个颂约 就朝着身后的悬崖 跳了出去 身为白虎亲为的小队长 张彪对眼前的形势 判断得很清楚 由他们的拖累 敌人转瞬几致 援兵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赶到 唯有让公爵大人迅速撤退 与援兵会合 才能保证安全 而戴昊不肯舍弃他们 他们就成为了最大的拖累 这里根本没有分散的可能 那么 就只有为公爵尽忠了 看到这一幕 霍玉昊直觉的胸口中 如锯锤一般击中 在军队中 能让属下为自己的安危而自杀 能够为了保护下属 而不顾自身安危 白虎公爵的形象 在他内心深处 猛得变得高大起来 他一拉王冬尔 两人同时朝着悬崖 跳了下去 混蛋 张彪 你在干什么 代号阳关流露 自然发现了小队长 张彪跳崖的一幕 不禁心中大吉 也就在这个时候 短暂停动后 白虎亲吻们几乎是一口同胜的大喝道 顾决大人 保重 紧接着 他们一个个面着嘴唇 眼神中饱含着坚决于一然 就那么朝着悬崖跳了下去 混蛋 快去阻止他们 面对山崩地裂弹 都神色不变的代号 此时点色终于变了 他那双筒虎毛骤然变得通红 扭头向自己的四名禁卫大吼道 但是 那一向听命的四名禁卫 却是停留在他身边一动不动 更是隐隐挡住了他的视线 围守那位浑省级别的禁卫悲声道 公爵大人 快走吧 兄弟们是为了您的安全尽忠啊 你如果联系他们 就赶快离开这里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上百名白虎亲尾 除了戴华斌和朱鲁两人之外 已经全都消失在了黑漆漆的悬崖处 戴华斌呆了 朱鲁也呆了 如此惨烈的一幕 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 在他们面前出现 他们毕竟都是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 哪怕戴华斌是白虎公爵之子 他也从未见过军队中 如此惨烈的景象啊 戴华斌脑海中 仿佛回想着父亲 曾经对自己和哥哥说过的话 每一位白虎亲尾 都是忠烈之士 你们兄弟二人 都有善待他们 白虎公爵此时双眸 已是一片血红 眼神骤然变得凝立起来 右手一托 就打开了刚才霍语号 给他的那个箱子 魂力强势注入 一团硕大的银色光芒 瞬间升空而起 将周围的黑暗照得一片闪亮 很快就冲入高空之中 当天空中的银色光团 稳定下来的瞬间 一道银色光束从听而降 落在了戴号身前 这位白虎公爵 双手做出了一个上托的动作 顿时又是一颗淡金色的光球 出现在了荧光之中 这枚光球的体积 足有直径一米 徐徐升起时 倒像是一轮太阳似的 伴随着他的上升 与天空中 那团荧光 骄影声辉 直到他飞到那荧光身边的位置 两个光球 就那么在天空之中 遥相呼应 围绕着莫名的圆星 开始了旋转 在空中交织出一个 更大的金银双色光球 没错 霍与号给了白虎公爵代号的 正是星空斗罗 最新研制成功的 九级魂倒器 日月神针 以霍与号现在的修为 还无法使用这件九级魂倒器 但代号却可以 日月神针的使用方法并不难 释放 锁定对手 攻击 使用他最大的难点 就在于对魂力的要求 以及锁定对手 白虎公爵代号 虽然刚刚晋升 封号斗罗不久 但霍与号对白虎武魂 还是相当了解的 作为最顶级的兽武魂之一 代号晋升为封号斗罗后 实力一定会得到质的飞跃 远不是一般的封号斗罗 所能比拟 而且他正当壮年 正是气血和精神 都作为旺盛的时候 未来 是很有可能成为一名超级陡罗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来施展这日月神针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此时代号虽然心中充满了悲愤 但当这日月神针升空之后 他却依旧不禁倒吸口凉气 伴随着日月神针的升起 他只觉得自己的精神力 也随之向空中攀升 事业极度扩大 精神力正在数以背景地持续增强着 原本无法捕捉到的敌人踪影 迅速就出现在了他的事业探查之中 高空中的日月神针轮转 他自身的魂力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 但也就在这金银双色光芒升空的下一刻 对面的攻势明显减弱了 这就是威慑 来自于九级魂倒器的威慑 天空中的金银双色光团 就像是一只巨大的双色光芽一般 冰冷地注视着大地 寻觅着他的目标 日月神针作为最顶级的九级魂倒器之一 它本身的使用要求十分苛刻 需要经过三日的日月精华吸收 方能发挥作用 而且在使用的时候 还要消耗大量的魂力 攻击三次之后 就需要再次进行对日月精华的吸收和充能 但是也正因为他的使用要求苛刻 才造就了这种超级魂倒器恐怖的威能 要求越高 也就意味着这件魂倒器本身的破坏力越强 哪怕是超级倒罗 也不愿意面对他的攻击 日月神针最大的特点 就是全属性破坏 在日月光滑的作用下 任何属性的防御面对他 都将失去防御的效果 而且他还是穿刺攻击 九级魂倒器的穿刺攻击 覆盖范围30公里 这是何懂恐怖的打击力度 对面的敌人 显然已经认出了这件日月神针的来历 攻势才骤然遏制住了 他们很清楚 在日月神针的监控下 他们也是无所遁形 白虎公爵 不 现在应该称之为白虎斗罗的代号 眼眸中满是森然之色 通过日月神针 冷冷地注视着远处那数量超过十人的敌人 通过日月神针的放大探查 他能够清楚地看到 这些敌人身上的浑浑数量和颜色 一共十二名敌人 其中有四名竟然都是九环修为 也就是说那是四名封号斗罗 其中甚至还有九级魂导师存在 否则心前那山崩地地弹 也不是那么好释放的 除了四名封号斗罗之外 剩余的八人 修为最低的也是魂胜级别 还有四名八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 此时那四名封号斗罗身上 全都亮起了一团金光 正是无敌护照 另外八名敌人中 也有四人释放出了无敌护照 全部十二人完全分散开来 却再也不敢前进半步 这就是日月神针的威慑力 就算是将日月神针 接个白虎公爵的霍与号恐怕都想不到 当日月神针升空之后 竟然能够让对手如此畏惧 霍与号的猜测一点错都没有 这些敌人正是来自于日月帝国 专门是来进行斩首行动的 白虎公爵在新罗帝国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 对军方有着极强的掌控力 如果能够将他暗杀 对于未来日月帝国发动战争 无疑会有巨大的帮助 全部十二名刺客 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但在白虎公爵率仗那边有内影 更是施展了高空侦察魂岛器 这种最新研制出来的强大存在 十二名刺客中 更是有两位都是九级魂岛师 就在前方不到三十里的地方 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各种魂岛器陷阱 只有白虎公爵踏入他们的陷阱 他们有信心 哪怕是白虎公爵神奇地拥有了 超级斗罗的使力 也是必死无疑 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白虎公爵出了军营之后 没有多久竟然就突然掉头了 这个变化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为首的一位九级魂岛师 立刻就意识到 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了 但是白虎公爵 毕竟已经离开了营地 出了军营 身边只有百名护卫 这已经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时机 于是乎第二套作战方案展开 一山崩地裂弹阻路 他们用最快的时间赶了过来 准备不惜一切代价 击杀白虎公爵 就在他们既定目标已经实现 白虎公爵更是傻愣愣的 没有自己突围 而是为了保护属下留了下来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令他们大喜过望 可是当那金银双色光芒 先后升空的时候 他们全都愣住了 来自于日月帝国的十二名刺客中 过半都是魂导师 尤其是那两位九级魂导师 绝对是见多识广的 那些人留意了 对我来自于日月的一切都很寂导师 我们先从来自于日月的一切都很寂导师